主席,沿水事件是嚴重的 這個事件爆發出來,亦令我們看到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 需要徹查 但我認為政府在處理這個危機,應當要安民 不要令市民引起恐慌 應當是維民,是維護民眾的權益權利,確保市民的健康 為何當黃碧雲議員7月5日指出食水有問題的時候 為何你們不立即去含沿的單位驗清楚呢 反而還三番四次說水沒有問題,喝七十年都可以,是不是諷刺呢 第二個問題,當7月10日你們證實食水確實含沿之後 那些居民立即陷入一片恐慌 其實每個人都擔心自己單位都會中招 為何你們不立即傳村驗水呢 鄧家彪議員,接著是胡志偉議員 多謝主席,當然政府擠牙膏這樣 每隔幾天就說擴大或者退後那個落成年期 一三到一一,但我們都收到一些居民 譬如沙田的新田圍村 他剛剛屋村很多座換了一個食水同侯 這些都立即很憂心 因為其實有個食水同侯的更換工程已經是剛剛完成了 所以兩個時間表希望令公眾安心 梁思祥議員 主席,如果這個原水事件其實就六月開始有人挑戰防署 到現在都,如果照數日子都超過一個月 但是呢,到目前呢,以三個局,我相信都不少處都投入了人力物力 這些大量的人力物力呢,竟然到今天呢,都未知道那個原毒的源頭在哪裏 這個呢,真是令市民很擔心的 其實我這陣子都落區,又開居民會 雖然我們那邊是沒有這些原水事件 但是大家都擔心的,沒有都擔心的 現在呢,屍樓更加說,喂,政府可不可以幫我們驗埋啊 或者是不是,就是政府應該要做埋啊 那因為呢,現在就是因為,你三個局坐埋都沒有辦法呢 找到那個源頭是什麼 這個才令到人呢,很擔心呢,政府的能力問題 很多人又擔心,喂,我自己的家有沒有事啊 現在又真的有這些情況 那你又不肯去全面驗水 其實全面驗水又不是每條村呢 幾千戶都驗了的啊,你抽查而已嘛 你今天做不到,你都給個時間表我們 那些市民安心,行不行呢 那我看來這件事你們又不肯啊 是不是政府沒有資源呢,不是啊 你三個局坐了多少錢啊 你加一條數給我聽啊,你洗剩多少錢可不可以拿出來呢 這些可以做的嘛 我們政黨都做了 啊,長毛有沒有做啊,你啊 是咯,個個都做 那我們都做,為什麼你們又不做呢 我們難道比你們多錢呢 雖然我是民建聯,是建制派 但是我很接受不到政府這些的效率 我希望呢,幾位局長在這方面真的要痛定思痛 獎勵雲議員,接著是黃碧雲議員 麻煩你自己 那直到目前為止呢 經政府證實呢,就有五條村 裡面呢,又是有水陷員超標的事件 那而這五條村呢,牽涉到四個承建商 那我外子呢,是其中一間的獨立非執行董事 我在這裏呢,要講清楚 獨立的意思呢,就是 不應該跟參與公司的日常運作 亦都不應該跟公司的業務有直接的利益關係 所以我在這裏聲明呢,是沒有直接的利益關係 好了,我現在直接呢,會問五個問題 幾個問題 我希望呢,就當局直接回答 第一,為什麼當黃碧雲議員 7月5號指出食水有問題的時候呢 為什麼你們不馬上去陷員的單位 驗清楚呢 反而還三番四次,說水沒有問題 喝七十年都可以 是不是諷刺呢 第二個問題 當7月10號,你們證實 食水確實陷員之後 那些居民呢,立即陷入一片恐慌 其實每個人都擔心自己單位都會中招 為什麼你們不立即傳穿驗水呢 第三 那現在你們成立了一個調查小組 這個調查小組 搞得結果去換得後來 隨時搞一年半載 對於一些長者和行動不便的人士呢 要天天出來拿水是很不方便的 消委會就曾經說過 試驗過 有七隻濾水器 是可以有效隔緣的 為什麼你們不考慮 立即去提供一些濾水器 給一些陷員的單位用呢 最後一點呢 我亦都想要問一問的 7月7號呢 我收到就是 有些消息 就是說呢 就是有很多 這個水龍頭是超標的 這個含金屬成份不符合標準的 而我呢 也都是拿了水龍頭去化驗 證實呢 金屬成份是嚴重超標的 我想問政府有沒有拿水龍頭去化驗呢 或者你們已經化驗了而有結果沒有呢 我請處長回應 事實 事實問題 我集中幾點來講 長議員問到7月5號那個時段 我們向公眾說這個問題是怎樣做呢 那個時候呢 我們對這件事情的說法是 我們會有系統擴大食水抽染範圍 我們很重視這件事 不過我們做水養系統這樣做 接著我們就陸續公佈一些結果給大家知道 關於那個淚水器那裏呢 剛才局長也提過 我們是做一些驗證 請我們的政府發言所 看看有沒有些水龍頭呢 我們覺得可以用的 淚水器我說的 水龍頭方面呢 我們又知道這個問題 那我們跟水務處方面呢 大家是跟進的 不過最緊要呢 就是最緊要喝的水安不安全 於是我們覺得做驗水那裏呢 局長說我們會陸續去做 OK 接著下位 黃碧雲議員 然後是劉偉興議員 我先請胡志偉議員呢 是提出你的動議 所以我很簡單 我的動議呢 就希望是用 立法會的權力及特權條例 去成立 一個專責委員會調查 關於這個是公共屋邨發現 有單位 食水喉樣本 含緣的事故 當中也都寫得很清楚呢 是我們的調查範圍和內容 那麼我希望呢 各位同事能夠是 就是與支持 因為這個都是全香港市民關心 亦都是我們今天講了很多呢 是希望能夠 藉著一個 是立法會的調查時間 能夠是為市民 在這個食水喉嚨事件當中呢 是尋找到解決路徑 還有呢 是有一個 有公信力的過程呢 去令到市民安心的 好 麻煩 好 那我們就說 這個動議 記名表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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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要不需要響鐘呢 要 響鐘 響鐘 那我們響鐘 好 請舉手 李國倫議員 梁家傑議員 張超雄議員 梁國雄議員 胡志偉議員 馮檢基議員 李柱仁議員 李柱仁議員 和黃毓民議員 反對請舉手 鍾樹根議員 郭偉強議員 陳克勤議員 盧偉國議員 王國興議員 葉國謙議員 謝偉全議員 梁士祥議員 方剛議員 和麥美娟 李柱仁議員 後製在選舉 結果贊成的是8票 反對的是10票 胡志偉議員 讀案是不能通過的 這一票 要向全港市民負責 亦要向全中國人民負責 歷史會見證我們今天為香港做的 決定 感谢观看